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幸与影片的幕后主创团队 包括凯拉波海姆在内的多位影片主演 以及导演 摄影 声音等幕后团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凯拉在当天唱颜了自己制演影片中女主角哈佛的心路历程 也为现场观众分享了拍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该影片已经上映便获得了多方好评 包括《洛杉矶时报》和《Hollywood Reporter》等众多主流媒体 均对该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并表示 凯拉波海姆的表演真挚纯净 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以及给出了难以置信这是一个11岁女孩的表演所能达到的高度的赞赏 除此之外 该片已经参与角逐第94届奥斯卡奖 对此 南加州亚凯迪亚市市长郑伯仁也特地为主演凯拉波海姆送上贺状 以表彰他对推动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多元化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据了解 影片Harper将在晚些时间登陆全球市场 届时将有更多观众能够欣赏到这部优秀的电影作品